先放去 它就會整個開機 那你可以感受到手下面有 一個像幫你們按摩的感覺 那因為我們為了 因應未來自駕設 它的方向盤 它不一定是在這個位置 那假設我們今天是手動開車模式 可以把它開起來 那就會看到 當我不需要 開車的時候 可以把方向盤收折起來 方向盤收折起來 那這個螢幕就變成 駕駛專屬的一個個人的平板電源 那你不需要這個面板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收折回去 按到resmode 它會收折在我的IP裡面 那這個桌面就變成一個比較乾淨的空間 那可能就可以把電拿出來 進行可能視訊揮揮或其他之類的應用 那前方是一個透明的 顯示器 那我們想打造的是一個串透感 前面 想像一下如果前面是一個狂風下障 有其大物的時候 那視線其實非常不清楚 那我們也可以跟AIDAS做節目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如果有一個 像外面感應到外面的資訊之後 其實駕駛在開車會多一點的安全感 那就是利用這個MICTOP4的技術 那它跟HUD有點不太一樣 是HUD是投射在擋弄玻璃 但是我們是直接在這個MICTOP4上投射 那就可以達到一個穿透的場景 就是我今天看到博物館 那我想知道它是什麼整齊 我只要勸一下 它就跟你說 欸這個博物館這次展的是什麼 例如說我今天 嘴邊畫一隻小鳥 它 別人有辨識到這是小鳥 我就把這個小鳥生成出來 那剛剛我們在車上有一些聲音的一些場景 除了視覺還有聽覺 然後可以做一些跟它互動的動作 那我想要餵小鳥吃飼料 我就說只要畫一隻手 那它就會把飼料生成出來 那我們可以透過 因為整片都是有出控功能 所以我可以跟這個小鳥做任何的互動 那接著就是說 天窗上我們假設人家看書 那我們就把那個閱讀針打開 那一般的閱讀針 可能都只是顏色去調整 不變化 那我們用的是顯示器 所以我們可以依照使用者需求 它可以是鋼型威脅 或者是亮度都可以做設定 所以你今天想要換這個風格 你今天也可以換那個風格 那都可以隨車組的喜好來做調整 那最後 就是說還有一個就是 週末要帶小鳥去海生館 那我們想像一下海底隧道的感覺 雖然車還沒到屏東 但是我的海底隧道已經在路上已經看到了 那你就可以想像洪雨在頭頂上有過海龜 等一下會從左邊游到右邊的感覺 所以就是有玻璃的地方都可以是我們的Micro耳機 那我們結合了視覺結合了聽覺 把這樣一個整個完整的體驗帶給大家 到這兒的另一邊的地道 所以你看到這兒